俄总统新闻秘书 俄罗斯不接受对本国境内调兵的指责 当地时间17日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不接受对俄罗斯在本国境内调兵的指责 佩斯科夫说 美国等国指责俄罗斯在本国境内集结军队 俄罗斯对此不会接受 也不准备和任何国家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因为这是俄罗斯的主权 此前西方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继续向俄乌边境增兵7000人